和年轻人混在一起 准副总统萧美琴 不只要学会党内青年军国务卿的代表手势 更要理解他们在想什么 选后没有休息的本钱 萧美琴赶紧安排到地方和青年面对面座谈聊聊 毕竟党主席赖清德发了青年号召令 刻不容缓 我们一定要仔细欢迎各个领域的人才 民进党才能够保持活力越来越强大 我也要请党部制定计划持续号召青年入党 赖信德选举时提出国家希望工程政策蓝图 其中投资未来世代最为急迫 年后由副秘书长翁世豪带领青年部已经展开作业 初步研拟邀及地方年轻党公职 以及跨领域的青年代表各地座谈 也预计在北中南举办大型论坛 党主席赖信德可能亲自参与 目标就是让青年意见能够成为新政府重要的执政方针 只是目前细节仍在规划阶段 目前规划是在大约三到四月的时候 会陆续举办几场青年论坛 那不论是面对党内年轻的党公职 或是说办成开放的形式 邀请更多的年轻朋友来给予民进党意见 我们都希望能够更系统性的去整理青年世代 对于台湾未来的想法 优先扩大听取年轻世代声音 邀请得赶在520上任前驱动改革 除了要让青年支持率止跌回升 更要向年轻人证明自己不是说说而已 机器人李蔡全佑采访报告